台北市長柯文哲 台北市長柯文哲 日前在美國波士頓座談會上 自曝自己在同婚公投投下反對票 我雖然不是我投票的時候投反對票 可是我允許十二萬五千人上街遊客 就是這番言論立刻引發軒然大波 今天我們柯市長受訪時急忙對此做出解釋 沒有啦 我那個時候 我的意思是指台北市民 並不是我個人 因為就是說我們雖然在公投你知道 那個大部分還是反對同志議題 但是那種十二萬多人的十二萬五千人遊客 在台北還是可以史慕史的進行 在講那我是指台北市民 不過後來老實講 去年那個公投我還是很有意見 如果真的投出來五十一比四十九 難道那四十九人就全部聽五十一%人的意見嗎 所以民主政治少數服從多數 可是後面還有一句話 多數尊重少數 所以很多這種價值啊人權的問題 其實不應該拿去公投 雖然柯市長你在那邊解釋個老半天 不過連與你曾合作過的滅火器樂團主唱 楊大正也不領情耶 昨晚在演唱會上怒轟 有個市長說他在同志婚姻投下反對票 不是阿我也要說 沒辦法就是第一天人家罵你 第一天每天罵我們很多 第二天別人要休養不好 你也想怎樣 除了你要去告他幹甚麼 不然就算了 他認為說國民黨的這一些要選的人都可以大方表態 但是你好像沒有大方表態 那他覺得你比國民黨這些人沒有尬詞 還是這樣啦 這是他的批評 讓每一個人的批評聽一聽就好了 就算了